大家好,我是樂喜阿傑 那今天既然來這個步道上面看到各種的動物 我都想跟大家介紹 那現在看到的在這個石階旁邊的是秋海棠 那...好,我們大部分都叫它水鴨腳了 為什麼?水鴨腳你看它葉子就行就知道了 有沒有像水鴨的那個腳帶著樸有沒有 然後很多人不知道其實秋海棠啊 它的花,對,它的花 它的花分成公的跟母的 很多人說,蛤?花也有分公母 有哦,植物有分公母哦 豬籠草也有分公的、母的哦 如果這個產區裡面所有公的都被人家拔完了 只剩母的也沒用啊 只剩公的也沒有用啊 因為不會受粉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秋海棠這邊 這朵花 好 有看到沒有 哦,這這這 這朵花呢,是熊花 上面滿滿的花粉 我們來看看後面 熊花後面就沒有那個類似脂肪的構造 只有一個花而已 可是呢,雌花 母的花 好 好,這邊有力啊 這個母的花已經結束了有沒有 這是秋海棠的種子 那我想我們在野外 從小我看到秋海棠很習慣的一件事情就是 解渴 你知道 看我這樣滿頭大汗 秋海棠的精啊 它這樣稍微讓 哦,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想想檸檬 想想那個酸味 是不是有點生驚止渴啊 對,秋海棠是小說 我們常常用來解渴的一種植物 那,很多人會說 哇,它太棒了,多吃 各位請記好一件事情 就是 過猶不及 就是多了不見的是好的 所以呢 有機會別忘了看看 我們腳下這些有趣的植物 還有提一下 台灣的秋海棠呢 種類非常非常的多 那 看到這種長壯葉 或看到剛才我們講的那個花型的 我等一下會在後面放一些照片 各位就仔細觀察 別忘了喔 台灣有很多珍貴有趣的動植物 值得我們保護森林 熱血阿傑,熱血推薦 到了 這裡 他的獄 阿傢 這裡 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